大家好 这段时间是蝴蝶兰长花剑的一个很好季节 如果说大家的蝴蝶兰开始长花剑的话 只要把握好技巧 能让它一个晚上能长5厘米高 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测试 就是当这个花芽大概长出来 10到15厘米高之后 就开始使用这些方法 效果真的是很明显 一个晚上能长5厘米 那么这些方法首要的条件就是 一定要给它补足肥 首先是蝴蝶兰开花之前 我们最好是用这种兰科中用有机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它不烧根 我们用多一点都没关系 在它生长期的时候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一个星期给它浇灌一次 这样的话在生长期给它补足肥 那么到了它的花芽分化出来之后 及时的改用零酸而青甲 大概5天给它使用一次 那么只有零元素充足了 才能让它这个花剑长得快 因为植物开花都是要零元素 我们给它补足肥的同时 一定要控好温度 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只有温差大了 蝴蝶兰长花剑才快 一般正常来说 白天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相差10度左右 是最适合花剑生长的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温差比较大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时期 还有一个就是保湿的工作 要做好 但是不能给它积水 通风条件一定要好 每天最好早上晚上给它喷水 让它的生长环境湿度够 然后给它补足肥的条件下 通过控制白天晚上的温差 就能让它这个花剑迅速的生长 哪怕是把握不到位 一个晚上给它长两三个厘米 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